Aprilia近这几年都是主攻高性能的跑车和NK车 很久都没有推出过一些適合香港用的绵扬 直到2022年才推出这部SR GT E-Bus 这部样无论在各方面都是针对同级对手来设计 所以在性能方面都没有令人失望 而且外形亦有新鲜感,又有很多不同的配色 近这几年的绵养仔都很流行加入一些越野feel 例如这些菠萝胎,长行程的前后避震 头大尾小的轮框,高尼地距 这些设定都是等车在超烂的路上没有那么容易撞到车底 深的胎纹在泥地走也会有点咬地 但直径的头胎在烂路行驶稳定一点 上驳也容易一些,配合一个小直径的尾轮框 令起步更加敏致 虽然这些样子说就说加入了越野性能 但整体来说还是一只样子,无可能变成一只爬鸡 但这样的设定在烂路行驶也有点稳 其实玩这些车都是主要玩的造型居多 这部SRGT也不例外,厂方也加入了少少越野feel 原装车就跟了一对米仔的Energy冒险形 和街道两用的轮胎,避震行程也挺长 但样子其实没什么越野味,反而像一辆跑样 根据同厂的RS 660和RS V4都可以说是一个饼印 它的座高有799mm高,我自己的身高是5呎6吋 坐上去都一定会吊脚 坐上去的离地感也挺高,不像一辆小样 其实近年台湾的座高也是偏高的,这部也不例外 而这个感觉其实是很典型欧洲样子的感觉 以及以一辆小样来说,这辆车的空间也不算很窄 脚起码顶不得时胆,太巴的高度来说是刚好 坐脂也很短,起码我自己也不想屈身来银 一点也不辛苦,但有时银一银会坐越后 屁股就会顶住后箭,不可以再向后退 前边这个位置也没有空间给你伸直 一般小样都是这样的,不会像豪华样子 可以给你伸直来这样银 始终这些车子的车身比较小 所以好像我们两个都是五尺六寸高 一起坐就会比较窄 如果来送外买的话 安装了尾箱之后就可以放个保温栏 本身这辆车都不带駕 厂房亦没有特意把座椅弄得阔一点 来遷就椅底空间 所以椅底只能放到一顶赛车头盔 但如果有鸭翼或扰留的赛车头盔 就未必放得到 后面的位置可以放一些手套 布袋或防导锁等等的杂物 看看,现在的油很快就会去到$23一升 这部价格也算是一部很省油的绵羊 官方数字就说一公升油就走到38公里 我那天就由土瓜环起步 经官堂妖道上飞鸦山 之后再经妖道去旺角 特意在旺角兜来兜去 大概玩了半缸油 走车电脑就算出来 一公升就走到34.2公里 是挺省油的 原因这部车也用了停车熄火的功能 停车时就是让引擎不用空转浪油 但它的引擎熄火时间就快得很紧 基本上你一停车的引擎熄火 而其他的绵羊一般都是2-3秒 所以在塞车的时候 它的停车熄火也是比较频密的 但是扭转转引擎的时候 它的速度也是快的 加上负车也很静 而且没有什么震动 所以驾驾一下 你就会习惯了之后 又不觉得很大滋扰 但是有些骑士 就会很怕 常常停车熄火 会很相负忌 你可以按了按键 就不要用这个功能 其实看回同公司的PR自由绵养 或者其他不同牌子的绵养 都是有这个功能的 其实这个功能 这么久以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都不用担心负忌 但是很明显用这个功能之后 车是省油很多的 它这个系统 是将无炭拆摩达 和发电机合而为一 直接推动曲续着车 取代传统的斯塔摩达 不用再经过齿轮着车 摩擦力大减 着车是很静的 又不用用那么多油 看一看 扭着车时 再拿着啪哩缸 一下就着到车 不用长按键都着到 所以现在很多绵养 都是在用这种设定 这部车的装备重量 都去到148kg 和现在的155绵养 其实是差不多的 如果是开开这类型的绵养 推起来完全是没问题的 最紧要它起落大架 是真的很容易 起那一下 甚至基本上不用拉车 就这样用脚硬一硬就能起到 而它的铁板推起来 这部车也是很容易推的 这部车重也压得住这部绵养 加上我自己148磅的体重 就算那天很大风 在高速公路也不会飘飘飘 这部车还是很稳定的 而且这部车用了一个搭桥的车架 虽然没有了平地台 但是这些车架对这部车的稳定性 帮助很大 还有就是它的油缸 就放在地台下面 重心就没那么高 就算油缸入满也好 都不会发到车左发右发的 对它的稳定性也有很大帮助 而且它的避震设定是比较硬的 所以在平路高速行驶 车是很贴地的 就算这部车用了一些叫做冒险型 加市区两用的轮胎 在这么干爽的路面行驶 其实跟一般阶态没什么分别 足够的车用来温烟 这部车又不大架 车身一点都不阔 卖店当然是它的灵活性 这部车也真的很好订 一上去飞鹅山 车速虽然不高 一上去就感受到这些细样的灵活性 而且你会感觉到整部车是很轻盈 不需要硬低堂车 也很流畅地入彎 加上这些态把又可以帮手压低车 方便我们摄车那 左转右转 其实这些绵羊仔 其中一个卖点也是这些工人 所以我那天都专专去旺角 兜来兜去 试试它的灵活性 不过一落到旺角 才发现避震原来也是挺硬的 因为旺角的路都是比较冷 所以它的跳动也是比较劲的 很明显它的避震设定是比较运动化 所以如果真的拿去烂路玩 我想应该会跳得比较厉害 这条避震设定很明显是偏向运动性 舒适性就不是那么高 如果要求不高就先用 如果是荷包松动 一定是换避震 玩得这类型车的骑士 我想很多都会打算改装 这架车用了一副174cc的单杆引擎 马力有17.6匹 数字上一点都不差 但实际加速力 以这类绵羊来说 真的一点都不输涉 也有不错的低扭 0-100kmh的车速也是很轻松的 厂方说这架车的极速是124kmh 实际驾驶也真的到了这个车速 其实去到稍微高一点的车速 这一块短风挡也是挡不了风 骑士一定是比较吃风 如果是经常走高速公路 最好就换一块长风挡 开车又不用那么辛苦 那两者卡鉗 我想对很多人来说都不会陌生 甚至同类型的车 也是在用这个鲍鱼 原装车就跟了钢喉 那只菊花碟的直径是260mm 尾碟是220mm 也是用了两者卡鉗 如果是一般鲍鲍鱼 我们习惯了 都是前和后一起用的 就算是新车状态也好 好像我们拍照的时候 跟车比较贴 突然间要收车的话 它的壁力都是够收的 我想如果是开了皮 应该更好力 始终同类型的车都出了一段时间 这架车都是今年才出 可以说是针对对手所有各项的强项来设计 厂方亦都帮这部车出了一些原装部件 例如这些铝合金的行李箱 一些防撞架 高风档 还有没有灯 亦都有这些头盔和手套 Avila SR-GT200 刚刚到了香港 右边是standard版 左边是Sport版 Sport版和标准版 性能和CC是完全一样的 要分到它们两个很简单 Sport版是配红色链 Standard版是黑色链配橙色威省针条 另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它们的座位 Sport版 黑色配灰色的座椅 而扶手也是跟车身颜色 而Standard版就是用全黑色的座墊